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花八块钱买你一天的工 但是我可能利用你的这样一个 在八块钱买的这一天 劳动我给你付一天八块钱 但是实际上你可能做了十六块钱的事情 做了十六块钱的事情 是不是我就从你的这样一个劳动力里面 赚取了一个加倍的这样一个 获得了一个加倍的这样一个利润 获得加倍的这样一个价值 是不是 它就不相等了 所以也就是说 马克思说了什么 你的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者的价值 和劳动价值它是不等的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面 看起来这个概念空缺了 但是缺失了 但是实际上它的问题是没有缺失的 没有缺失的 所以他说马克思正是运用了这样一种 正后阅读的方法 阅读的方法 发现了古典政治精神缺的缺失 也发现了作为劳动对象的资本主义 劳动的这样一个缺失 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剩余价值理论 创造了这样一个科学的理论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讲的这样一个阅读方法是什么 就是后文和前文的这样一个阅读方法 就是从后者和前者当中的实物点上 也就是从他们的缺失点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正后阅读呢 就把他们的这样一个缺失点 两者的这样一个差异把它读出来 把它读出来 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读出来 那么你才可能啊 发现前后文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别 才能发现这个思维结构的本质是什么 思维结构的本质是什么 这就是他讲的这样一个正后阅读法 正后阅读法 那么呢 这个 这个 那么他就会说 也就是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正后阅读法的说明 就说明了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创造 它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对资本认的这样一个阅读呢 资本认的阅读呢 就是说资本认的这样一个阅读啊 就刚好表明了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运用这样一个 缺实性的阅读里面 所以创造他的这样一个哲学 创造哲学 所以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这样一个创造 不是简单的从这个古典经济学那来的 而是表明了什么 他在思维的结构上 和古典经济学是不是有一个断裂 有一个断裂 你看起来他们都运用劳动 都在讲劳动的这样一个价值的问题 但是呢 由于他的阅读不同 就是说他的这个思维结构不同 所以呢 他对问题的说明呢 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那么这是他就讲的这个马克思啊 就是说是怎么样创造自己的哲学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性思维结构 具有什么区别 和政治经济学家还包括和当时的哲学家有什么区别 他不是一个同意性的思维结构 他刚好是什么 是一种正后阅读 是一种差异性的思维结构 他刚好是在什么 从前后文之间的缺失点上 就是说一方面呢 看到他的概念的 就是说概念的这样一个空缺点 他不是强调概念的这样一个不空缺 他刚好强调什么 概念的空缺点从概念的空缺点里面 发现这个内容的这样一个事物的这样一个本质 所以这是马克思的一种什么 差异性的思维啊 一种差异性的思维 那么从这样一个差异的思维里面呢 他就开始阅读这个青年 这个青年马克思 阅读青年马克思 因为在讲这个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怎么样看待青年马克思 我们知道这个是针对这个 盧卡奇到这个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 就是说盧卡奇他们强调什么 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 和黑格尔哲学联系 特别强调青年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 1840年经济学首稿 是他们讲的什么 马克思作为一个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形象 而且认为他的思想是贯穿于始终的 所以他们强调马克思什么 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你要了解马克思哲学 他的你把它定义为科学的话 定义为科学理论的话 那你就要说明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 菲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究竟是统一的 还是一种断裂的关系 还是一个断裂的关系 这一个是他要说明的问题 所以这就存在一个对青年马克思的这样一个阅读问题 在阅读青年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方法上呢 他就提出来了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 最重要的思想 他就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尔 就是说马克思他和这个早年的和黑格尔的关系 刚好是通过阳气的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创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哲学 他说以前的马克思都认为 就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 就说马克思通过阳气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创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哲学 而阿都塞认为了这种阅读方法是根本错误的 是根本错误的 他认为什么呢 他说这种方法不是从总问题来阅读 而是把马克思的某些早期的俗语和原则 和费尔巴哈的俗语和原则 把它随意的连接起来 他这种阅读是什么 好像这个马克思运用了黑格尔的一化概念 然后运用了这个黑格尔的这样一个 比方说劳动概念 那么你就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哲学 和黑格尔的哲学是一致的 在俗语上是一致的 那么和费尔巴哈的比方说 也用了这个人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你认为他们是一样的 他说实际上你是把这个马克思的思想 和这个费尔巴哈黑格尔的思想 是随意的连接起来 用一些外在的一些俗语连接起来 没有用这样一个总问题来阅读 没有看到他们思维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他说如果你要用这个 他的这样一个思维结构 从总问题 也就是说从整体性上来进行阅读 那么他就认为了 他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是符合马克思的 就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它是符合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本身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问题出发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方说在意识形态 那么意识形态里面的 马克思对这个意识形态 做了一个总体的分析 那么这个在黑格尔的法则学批判当中的 马克思对政治国家等问题之间 也做了整个分析 那么这样一些分析 都要求以总问题来阅读 总问题来阅读 那么这样一个阅读之间 所表明什么呢 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 它是有一个断裂的关系 有一个断裂的关系 他就说什么呢 就说马克思不是在阳气黑格尔的辩证法上面 建立自己的哲学 而是通过重新回到起点建立自己的总问题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以前这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对马克思 清廉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 这样一个解答上是强调什么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 继承和批判是吧 是通过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 然后得出了自己的辩证法 他说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马克思他在黑格尔的那儿学到什么 他的确是一开始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 但是他在学习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呢 他只是学习了哲学思维的方法 就是他是在学习哲学 但是真正他在建立自己的哲学的时候 他是退回到了起点 就是退回了自己进入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起点 开始连接什么 这个法国的这样一个历史学 连接当时的这样一个历史阶级斗争 他是正是从对法国的这样一个革命 法国革命的研究 法国历史学的研究 找到了自己出发的建立哲学的一个起点 他的现实的起点 所以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上呢 他建立起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呢相反的马克思啊 这说明什么 马克思不是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 而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意识形态的哲学 而刚好是什么 去掉了 就是去黑格尔的意识形态 反而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新的这样一个哲学 那么这样一个变化什么 他倒回到 就是倒回他原来的起点 倒回到起点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什么 是他在学习哲学的一个起点 学习哲学起点 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变的 这一点呢 对马克思就说 他是一种思变的意识形态化的哲学 就是他认为这个黑格尔的哲学啊 辩证法是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哲学 意识形态化的哲学 马克思刚好是抛弃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回到了这样一个起点 在现实基础上通过研究这样一个法国大革命 研究法国政治学 然后重新建立着自己的哲学起点 所以马克思哲学的创造呢 如果从结构上来说表现为和黑格尔哲学的这样一个断裂 和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断裂 所以不是像以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讲的 是以这个先前的这样一个黑格尔为出发点的 刚好他是什么 从黑格尔 他说马克思是不是接受了黑格尔呢 是接受黑格尔 那只是学会了一种辩证思维方法 学会了哲学思维方法 因为黑格尔教会了马克思怎么去进行哲学的思维 怎么去进行哲学的思维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但是呢 马克思接受了这个就是接受了学会了哲学思维以后 他并没有顺着费尔巴哈的哲学走 顺着这个黑格尔的哲学走 而是倒回来了 倒到什么地方呢 倒到他的这个出发的建构哲学的这样一个起点 那么在这个起点上呢 马克思研究了这样一个 法国大革命的这样一个 研究了法国大革命 研究了这个法国的历史学 就是通过研究这些学说 马克思啊 建立了自己的历史理论 建立了自己的历史理论 所以从而和这个 从而也就建立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建立了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他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辩证法呢 是完全断裂的 也就是说 马克思是在这个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断裂点上 建立起来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这个是他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判断啊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他他有两个 他举了两个事例啊 作了一个说明 一个是呢 就是说马克思啊 在研究英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学 法国的哲学家和这个政治家的著作的时候啊 都对这个 他说黑格尔也对这个 这个哲学当中啊 也对这个英国的经济学 法国的哲学 以及这个政治学家的著作都解 对这个对法国大革命都做了解释 他说但是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啊 不是为了证实黑格尔的思想 他不是说黑格尔对这些说明啊 有什么意义 而是要说明什么 和得出来和这个黑格尔的这样一个研究 不同的这样一个结论 不同的这样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从当中啊 他已经超越了黑格尔 他提出了自己的总问题 他说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他强调清廉马克思和黑格尔 清廉黑格尔派的关系 清廉马克思和清廉黑格尔派的关系 这个我们知道啊 就马克思实际上接受这个黑格尔 是从清廉黑格尔派里面走出来的 那么他认为了 清廉黑格尔派的这个 对黑格尔哲学的这样一个辩论呢 是把德国的落后的现实 和法国英国相比较 那么这就有一个什么 如何返回到现实的问题 如何返回到现实的问题 但是清廉黑格尔派 是没有真正回到现实的 真正回到现实 而马克思呢 却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发现了无产阶级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构造了这样一个 新的这样一个哲学体系 那么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思想啊 不是一个什么继承关系 不是一个继承关系 而刚好表现为什么 一个认识论上的一个断裂关系 那么这种断裂就表现为什么呢 马克思从这个意识形态化的哲学 转向了科学的历史理论 科学的历史理论 所以马克思哲学啊 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 它在思维结构上 思维结构上 和黑格尔的这样一个思维结构 意识形态化的这样一个哲学啊 是根本不同的 是根本不同的 这是他对这个阿尔多赛亚 对马克思的 青年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的 这样一个 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解释 包括他这个考察呢 包括对他的这个犹太人问题 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早期的 这样一些著作 包括神圣家族啊 就做了一个很深入的这样一个考察 那么在这个考察当中 他的一个研究方式啊 和这个人道主义马克思 是一个不同什么呢 他就认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啊 只是在词语上面进行拼凑 进行拼凑 而没有发现的结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 他讲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一个思想啊 讲马克思思想 呃 讲到这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总问题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 什么是总问题 他强调总问题是什么 他是一个什么 一个意义的整体 是吧 我们这边讲的 他是一个科学的 同时是一个意义的整体 这个意义整体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个别的 这个问题 具体的问题啊 他在这个意义整体当中 他都呈现出他本身的 如果你把他和这个意义分开了 那么他就是另外一层意义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在尽管这个马克思 和这个马克思早年 运用过黑格尔的俗语 运用过菲尔巴哈的俗语 但是这个俗语在不同的 这样一个思维结构和总问题当中 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马克思表面上 在表面上 如果你仅仅从俗语上比 马克思是用了劳动的概念 用了异化的概念 用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 用了贝尔巴哈的这样一个 能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概念 比方说能的二重心 什么这样一些概念 但是这些概念 在不同的思维框架当中 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所以尽管他们在俗语上的相同 但是马克思在这个时候 他的思想上 他的思想上和前面的思想 他是有区别的 他是进行了这样一个转化的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强调 这个意义的这样一个整体性 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 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如果我们不联系 他对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思想的这样一个阅读 我们很难的理解 他为什么要强调 这个意义的整体性呢 就是要把这个马克思的 他说马克思的本质 不是意识形态的结构 而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理论 这个是以资本论为 为这个意识形态到资本论 这样一个为界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为界的 这样一个意义上呢 就是说俗语的比较 他为什么说 他是任意的 我可以把它任意连接起来 这个俗语到那个俗语 但是呢 你如果考察它的这个 深层的思维结构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俗语在不同的 这样一个思维结构当中 它所表达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是不同的 所以不能以这个俗语的相似性啊 任意把它连接起来 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和菲尔巴哈之间的联系 刚好要看到 他们的这样一个差异 这样的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提出这个 这个总问题的研究 对马克思总问题的阅读 以及对这个前面的 这个哲学的定义啊 他的这个思路呢 它是一致的 它是一致的 都是讲了什么 要从这个认识的结构上 从一个 就是说一种思维的 这样一个整体上啊 来进行阅读 来进行阅读 所以他就对青年马克思啊 和这个 马克思和菲尔巴哈的关系 做了一个阅读 就看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 总问题 他们是不同的 是科学和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话的区别 而黑格尔呢 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 是科学的历史理论 科学的历史理论 这个阅读呢 实际上对菲尔巴哈也是这样的 他强调 马克思啊 也是在从这个 对菲尔巴哈的 这个总问题的清算当中啊 和这个菲尔巴哈决裂的 那么这个决裂点呢 就表现为 德意识形态 德意识形态 就是马克思最终和菲尔巴哈了 断裂开来了 断裂开来 形成了自己的 这样一个总问题 那么这是 他对这个 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 这样一个阅读 从这样一个阅读当中 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马克思哲学 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哲学 如果你把马克思看作 是意识形态化哲学 就使马克思什么 还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 这样一个程度上 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里面 根本没有 没有自己的 这样一个哲学理论 如果你认为 马克思有自己的 哲学理论的话 你就应该看到 他和黑格尔哲学的 这样一个断裂点 断裂点 这就有一个什么 当我们讲 马克思和黑格尔 菲尔巴哈哲学的 继承和批判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 就有一个 就说有一个落脚点 你是落脚到 他的基层上呢 还是落到他的 这样一个批判上面 就说你是落到 肯定上面 你是从一个 断裂点上 在实质上的 断裂点上来看问题 还是从一个 基层上来看问题 就是先前的 这样一个 人道主义 马克思更多的 看了他的基层性 虽然他也讲到 他的这样一个批判 马克思批判 比方说马克思 转变为 这个唯物主义 就是这样一种批判性 但是他主要的 还强调他们之间的 这样一个联系 就是在这一个 两个这个 继承性和批判性上 这个肯定性和否定性上 你有一个重心 哪一个是你 评价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指点 就是马克思哲学 究竟是什么的 一个指点 在什么地方 那么在 阿尔杜塞再看来 这个指点 叫什么 他的断裂点 也就是说 我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 这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 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的判断是什么 就在他的这样一个 否定点上 否定点上 我要说明 他们两个差别 就是说 马克思有自己的 这样他回答的 就是说 马克思有自己的 这样一个 马克思有自己的 这个第二个 马克思有自己的 哲学形态 就是你要回答 马克思有没有 自己的哲学形态 有 那么这个哲学形态是什么 哲学形态是什么 所以你要回答这个 就要把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 总问题 把它揭示出来 把它总问题揭示出来 那么这样一个 总问题 我们说了 依靠什么 考察马克思和黑格尔 费尔巴哈哲学的 这样一个关系来说明 这样一个关系来说明 那么在这个说明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 这是他的这样一个 对马克思和黑 就是改变了以前 对马克思 黑格尔 关系的 费尔巴哈关系的 一个研究 把它们从 对这个 以这个 肯定 或者说 是继承 这个方面为基本点 而转向了什么 以否定和断裂 这样一个点为一个出发点 就是我们要讲这个 马克思哲学 既然它是马克思的哲学 是和黑格尔 费尔巴哈不同的哲学 那么你就着重要研究什么 它的断裂点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东西 使它们发生了一个 整体的不同 即使它们在俗语上有不同 但是在意义上 场景上也都是 由于这个场景的不同 由于它的结构不同 它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就揭示马克思哲学了 这样一个独特点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 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 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哲学史的研究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 这个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都是 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 这个阅读的 对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阅读 也就是两个问题 就是在第一个问题上 它们强调 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 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一致性 就是因为强调 黑格尔是革命的理论 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这个哲学史上 我们稍微回说一下 从第二国际开始 第二国际开始 伯恩斯坦提出来的 这个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这也讲了 那么伯恩斯坦 最开始 这个马克思和黑格尔 哲学的关系 最开始是 这个伯恩斯坦提出来的 那么这就提出来 这样一个 马克思和黑格尔 哲学的关系问题 那么这个关系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性质 它究竟是革命的 还是说 它还是应该是一种 就是说 它具 它的这个和菲尔巴哈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的 这个革命的 无产阶级 专政的这样一个理论 它到底还是有用的 还是没用的 在这个时代是过时的 还是没有过时 所以在当时的 这个整个的就提出来 这个罗沙卢森堡就提出来 我们要重新联究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那么就强调 马克思和黑格尔 哲学的一个联系 那么强调这个 辩证法是彻底的 是革命的 是吧 实际上就强调了 马克思哲学当中的 这样一个革命的 这样一个意义 包括这个 列宁 研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 所以就强调了 马克思和黑格尔 哲学的这样一个联系 那么这样一个联系 可以说在19世纪末 到20世纪初一 到20世纪30年代 整个世界历史 它是在革命和战争 这样一个节奏当中展开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 节奏展开当中 所以这一个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特别强调 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的 这样一个联系 强调它的 这样一个革命性因素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性因素 所以这一个革命性因素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性因素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性因素